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很大的错误 那个彭文正被起诉是个很大的错误 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情 刚刚第一句话是一年九个月 好那彭文正下一句话 他说你看他41分27秒讲这句话 然后过了四分钟以后 彭文正说我们把上面的证据多起来 跟你环江教授所推测的 就是你去参加了一个这个博士的课程 但是最后呢你可能论文没写完 你就withdraw了嘛 你看到了没 就是1982年11月10号 你就withdraw from courses 你就回去 OK完成 你没有回去完成你的博士论文嘛 所以充其量你只是一个PhD的候选人 candidate 那个PhD candidate在很多学校呢 就会受于你一个硕士论文 硕士学位 OK 这一句话 彭文正把他拿来对彭文正起诉的基础 又是一个没有读书的人 OK 一个检察官 你看彭文正在这里 他讲的多谨慎了 他说我们把上面的证据多起来 他有事实的基础啊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林環强教授所推测的 也就是说彭文正来看了林環强教授写的50页的杰作 对不对 那他的结论是 他的opinion 你去参加了一个博士的课程 但是到最后你可能论文没写完 这是一个推测嘛 对不对 那推测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你withdrawal from courses financial difficulty嘛 对不对 财务困难你修学了嘛 那你修学了以后 你就是只是一个博士的那个候选人嘛 那重启量学校可能会给你一个硕士学位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里啊 我改天有空 我可以找出一个ROM 一个LSE内部的那个邮件啊 他们在揣测说 为什么这个论文啊 不见了 OK 那他们说 好像这个IALS呢 好像有曾经有过这个索引卡或干嘛 但是不太明确 那两个老图书管理员跟教务处人就在推论 其中有个人讲了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这么说 他说啊 我看过的一些例子啊 有的人啊 他虽然把那个论文的口试的那个版本交上来了 可是教授后来对他的论文那个急不及格呢 还有意见 所以呢 那个论文被撤回了 那撤回的结果呢 当然书就不见了 那个索引卡也不见了 OK 所以呢 这个图书管理员跟教务处的老小姐呢 他就做了一个合理的推测 认为蔡英文呢 很可能呢 是把那个 那个他的那个笔记本或干什么交上去 结果人家觉得这根本不够资格就把他退了 那所以可能图书馆里面有资料 可是现在那个资料也不复存在 因为他不能存在啊 他不是一个正式的博士论文 那这个也是个推论 那两个LSE 伦敦大学的老小姐图书馆的 或是教务处的小姐这么推论 就跟彭P这里都是一样 叫做推论 对不对 Inference嘛 Right 那你做这个Inference 你犯罪吗 当然没有啊 学长 这些东西都还是皇伟千挑万选 觉得可以罗知我入罪的话哦 对 今天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觉得我做推论的时候 非常的谨慎 而且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我没有白学研究方法 也没有白教研究方法 对啊 而且你是新闻学博士 而且这还是他挑出来 认为可以入我于罪的话哦 我今天看四评八文啊 对啊 套在任何人身上 套在我的论文身上 也是可以去推断的 没有任何问题啊 对啊 而且你是新闻学博士 我想我读Neyo Line OK 不是Neyo Times 不是Sullivan 这案子至少二十遍三十遍 你也读了那么多遍啊 因为你们读新闻学的人 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判例 对不对 你们上课老师也一在子跟你们强调 公众人物跟诗人 你们在报导的时候 他们的标准不一样 对不对 好 你再来看啊 他在9月9号 彭文正2点13分 他这么讲 不 就是2点13节目 他这么讲 蔡英文的贾博 贾博士论文事件哦 他不是说蔡英文贾博士啊 他说这个贾博士论文这个事件哦 我想会继续延烧啊 这个事件会继续延烧啊 对不对 有什么错 政经关不了 很明白很清楚的 在蔡英文提告之后 我们仍然坚持 蔡英文的博士协会是假的 OK 那这是表示我们的态度 会继续延烧 那我们的相信 我们的firm belief 根据我们的推断 OK 他可能只有硕士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认为会继 这个事件会继续延烧 而且我们很确定 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 OK 他应该博士协会是假的 so OK 我觉得 彭文正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就是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 OK 那彭文正的老婆 漂不漂亮 彭文正一定只能说漂亮 对不对 但是其他的人 说漂不漂亮 见仁见智 因为情人也理出习实 对不对 那个学长 我就要教你一句英文的词 谚语 Beauty is only a skin deep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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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你讲那个英文不对 那个Beauty i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那一句翻成 中文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思 OK 没有美丽只是一层皮 美丽只是一层皮 我给你讲 你老婆真的是世界上排名十名以内的最漂亮的 OK 谢谢 这句我要不断的不经意的在他旁边放 你一定要讲 OK 这个不管怎么样 你的老婆对你来讲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OK 好 那你只是在坚持你的比例吧 这犯什么罪 乱来嘛 那你再看 我们再看一段好了 因为今天大概彭P累了 33分33秒的时候 彭P又讲 他说事实上我们早就 已经把他所有相关的可以查得的指导教授的名字都已经查出来了嘛 对不对 根据他学生资料嘛 就两个嘛 OK 号称他的指导教授嘛 一个叫做Mr Elliot 而且那个时候还少了一个T哦 来 然后连黄伟呢 彭文正只是用嘴巴讲 黄伟自己还把T少写了一个啊 很显然他去抄那个学生记录表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叫Lazer Lazer OK 他也是去抄了 而这两个人呢 一个已经挂了嘛 另外一个不知气象 OK 而且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很神秘的官方呢 到现在问不出蔡英文当年的指导教授是谁 我跟大家讲啊 到现在2014年还问不出来他的指导教授是谁 OK 2024对不对 然后呢 你去问台大的那个某某人 他的指导教授是谁 还甚至问到夏祝九出来 对不对 对 然后你去问胡志强的那个是牛津吧 还是见牛津大学的指导教授 对 名字都出来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只有蔡英文的指导教授根据英国的ICO 根据英国的法院说是什么 是极度机密要保护他 如果把他抖出来会影响到蔡英文的心情 会让他distress 会让他很难过 OK 消极 对不对 对 神经病 OK 彭文正讲那句话的时候 蔡英文的指导教授没有出土 到今天2024年 4年以后 OK 嗯 还没有出土啊 对 对不对 对 他们没有很斩钉截铁的讲 就是一直就是好像是谁 这这指导教授还有好像的啊 没有彭文正你错了 我跟你讲 Cabin Haynes 他在给台北地方法院的那个书状 那个文件里面 他说我有看到好像是两个指导教授 OK 然后呢 后来他翻供了 LS也翻供了 他说 哎呀 有一个人号称是自己是指导教授 对不对 他写了一封信 另外一个人呢 根本不晓得他是谁 他们到现在完全翻供 没有讲Early也没有讲Ladget OK 那根据蔡英文讲 实际上有三个 一个是指导教授 其实是他的导师 不叫指导教授 导师就好像 你在补习班上课 有一个班主任 然后实际上来上课有其他的老师 一个班主任 然后有一个校外的口识委员 一个校内的 那蔡英文就吹牛 他说 哎呀 有一个是学法律的 说我经济学得很好 有一个学经济的 说我法律学得很好 那不是有三个吗 嗯 可是 Kevin Hanks LSE的那个法尊 他说只有两个 我看到好像只有两个 但是我是很轻忽的看了一下 我也不确定是否为真 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知道蔡英文的口识委员是谁 蔡英文吹牛说他有三个 OK 但是他到目前为止 也讲不出那三个 那另外两个人是谁 OK 那根据我们侧面的资料 好像另外一个 Kevin Hanks讲的是 Lee OK 叫做Leonardo Lee 对 Leonard Lee Leonard Lee OK 那个人是刑法教授 对 我查了他资料 他还活着 对 OK 而且他很晚结婚了 因为他的那个脸书啊 他的那个照片啊 他一个女儿看起来才差不多十六七岁而已 嗯 他应该八十岁了 OK 对 那 这个人在活着啊 那为什么蔡英文不去找到出来证明说 当时候就是你给我口识的呢 嗯 所以 蔡英文 彭P这么讲啊 OK 所以你更不要讲去找他这个当年口识委员来做访问 你要去哪里找他的指导论文的口识委员呢 我大胆的说 这个委员根本不存在 对 你去interview谁啊 你以为七个月没过就可以interview到吗 嗯 OK 没有错啊 到今天为止你都不晓得要去interview哪一个指导教授啊 我们跟LSE要 跟伦敦大学要说 你跟我们讲蔡英文的指导教授是谁 我们要去跟他聊聊天 他们跟你讲 这个叫做无理取闹 OK 然后这个叫做 隐私权 那其他的人的指导教授不是隐私权 只有你蔡英文的指导教授是隐私权 请问你这是干嘛 OK 然后你再看 彭P在9月10号42分27秒节目的时候 他说今天政经关不了再一次斩钉截铁的我个人背书 蔡英文没有拿到博士协位 我再讲一遍 蔡英文没有拿到博士协位 我再讲一遍 蔡英文没有拿到博士协位 OK 这个的根基是什么 根基他前面讲的这个啊 没有指导教授啊 没有出土啊 对不对 然后一年九个月只能读一个硕士啊 对不对 这有什么错 我请问你这有什么错 我觉得黄伟犯了一个错 他应该起诉我三次 对 那你再看啊 彭P讲 他44分35 他接着讲 他说啊 我先讲结论 蔡英文本来想要 伦敦政经协议的博士班 但是后来因为资格考没有通过 所以他有两个选择 留下来继续拿一个硕士 他没有通过呢 就回到学士原来的地位 或者呢 他可以再一次去申诉 去拿到他的博士协位 结果他选了第三种 就是绕跑了 我们有学生资料啊 他1980年的11月10号绕跑啊 我们今天回头看 我当时四年前的推论 没有一个错 完全正确的 彭半仙耶 对啊 一个一个都正确的 所以我把蔡英文收拾了以后 我要去宗教东路摆摊 摆一个签筒 好 OK 我现在让你看 那个 蔡英文 彭毕刚刚讲了说 他可能是资格考没有过 对不对 所以他都要 落跑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蔡英文连他自己要不要资格考 都搞不清楚 我现在给你看啊 我找到一个证据啊 蔡英文连自己要不要资格考都搞不清楚 OK 这很可笑啊 这个是 2019年9月5号 你记得他是9月4号 他不是总统府公布那个 那个Cabin Hans给他们的那些 学生资料嘛 对不对 对 现在证明是假的 可是他们里面看了以后呢 他们认住了 因为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记载 他说里面有个文件上面讲 QE跟No QE OK 然后呢 这个是总统府的 不晓得是谁写的 可能是黄崇燕的 他写信给 那个 这个叫做 Donelly 这个教务处的 就是 学位的那个方面的人 他说 他现在 他你看好 他是用旧的email Request for President Tsai's student record From President Tsai's office 他这个表示 这是总统府 前一次的邮件 是去要 蔡英文的学生资料嘛 对不对 他看了学生资料以后 他看不懂 因为里面有一个记载说 QE跟No QE OK QE他说 他就去写信 就问人家 诉当然你说 这QE跟那个No QE 什么意思 那苏达勒尼呢 也搞不懂 所以苏达勒尼呢 他就写信去给 Serny 这个教务处的 专门管协会的 那个人 博士学院的副院长 对 他就去回答说 台湾的总统 在问我说 那个QE啊 那什么意思啊 那结果呢 你看看这个 这个 这个 Marcus Marcus那个Serny 他怎么回答 他说啊 I believe 他说我相信 他可能跟什么有关呢 可能是给他来 LSE读书的一个offer 只是说 哎呀 你接 我们给你一个 入学习格 OK 这胡说八道了 那 但是不是要给博士学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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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课程结束的 那个 那个资格考 他说 他说 I'm not sure 他说 但是我不确定 What qualifying exams might have been required for LSE 他说 我也搞不清楚 那个1984年 那个那么多年前 OK LSE呢 如果要能够去参加博士班考试 博士写论文 要考什么 那个资格考 我也搞不清楚了 所以我跟你讲 你去跟人家要你自己的学生 然后呢 自己搞不清楚说 我那个时候要不要考资格考 然后还叫你的属下去问人家 什么叫做 QE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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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结果呢 这些教育处的人说 哦 那个时候的 那个学校规定 我也不清楚 还没有来啊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是 小学生啊 我现在才在这里上班的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 他说 I'm not sure 那是什么意思啊 I'm not sure What qualifying exams might have been OK QE就是这个嘛 QA qualifying exams 资格考 好了 你看 这个文件告诉你什么 蔡英文 他如果说 他真正拿到博士协位 他如果说 读了硕士 然后他是硕士 跟博士这个结合的那种课程 那你要从硕士变成博士 你到底要经过考试呢 还是去跟老师 signite呢 还是怎么样 你才可以从 可以从硕士跳到博士 他都不晓得 OK 他还要去拿那个 人家给他的资料 他看了以后说 他这是什么 QE是什么 还要写email 叫他的属下写email 就问人家说 你知不知道 这个QE是什么 这告诉你什么 这个推论是什么 这个女人根本没有读博士班 他干嘛 他干嘛搞不清楚 读博士班的资格是什么 他已经落袍了 所以彭文正刚刚讲的 OK 他有三个选择 他选择第三个 落袍 完全没有错 对不对 那你觉得彭文正 有什么理由要被起诉 完全没有 因为这整个判决书里面 我可以拿他来 四年以后 拿彭文正当初被起诉的那些理由 还有我们已经收集到了证据 来让你看到 我这个老弟师多冤枉 对不对 他如果看到报警 冤枉啊大人 还好我的头还没有被斩掉 还没有被斩掉 虎头杂还没有自后 虎头杂还是新的 等着砸蔡英文跟黄伟 那所以我跟你讲 彭P 那个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OK 他要crazy enough 要疯狂到一个程度 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 而真正可以改变世界 也只有这种疯狂的人 OK 那如果不是客家的应景 我就是硬干到底 这个世界不会改的啦 每一个都维持现状 确实是有点疯狂 四年半 将近一千七百天 没有一天 不谈论文 这个是破了金事纪录 可以去申请金事纪录 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呢 我是觉得这个精神可加啦 那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走 互相勉励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